广州正式实施机动车预约年审制度 车管所方面就提醒 如果有事必须要提前取消预约 如果爽约三次就会被视为恶意操作 列入监控名单 昨天广州全市预约年审的机动车5000多辆 达到配额总量的98% 市内各检测站点从上午8点起至下午5点 全天进行检测审验 记者在市内各大检测站点看到 过去检测站门前车辆排队的长长车龙不见了 附近的道路交通秩序明显顺畅 平时见电审都不多人 这个也一上线我不知道会不会很多人 所以都是提早过来 啊 怎么知道这么小车 对于新的预约年审制度 车主都表示很方便 前后用了半个小时 车辆就顺利完成了年审 有车主感慨说 以前要花钱请黄牛挡坐 现在自己都可以搞定 人排得太厉害了 排几个小时都有 因为时间又上班又紧张 时间又紧张 没办法啊 有这种情况就找着 但是后来就说不放心啊 不过也有车主不知情直奔检测站 结果就因为没有预约而无法办理年审 带好你的预约纸 或者你的手机的预约号 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提供不了这个 我们是无法给你核对签到的 签不了道是过不了咱们每一个环节的 已经预约年审的车主 如果临时有事办不了年审 必须提前一天取消预约 如果连续三次爽约 就会被视为恶意操作 车辆将被锁当 可以推迟一段时间签到 就是你是十点钟的 那么你要在十一点钟之前来签到 我们也受理 就是这个就是为了辩明的措施 但是如果你十一点钟之后在了 那就对不起了 那你只能我们当做你这一次就爽约了 没办法